解设fx就是x2-2x-1 v就是graphy为fx的vertex a part就是method of computing square 找回v的左标 partb就是n就是graphy等于fx加4的vertex 找回n的左标 partc就是这两个graph相较于p和q的两点 p这点距离y axis和q比 找回p和q的左标 partd就说Mr.Lo声称vpnq是平衡四边的 你同不同意呢?解释 partd就说vpnq不是正方形 就叫你解释 这里我们先做了parta fx就是x2-2x-1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 令到x2的 coefficient已经是1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个数字 什么数字呢? 就是把x的coefficient 除2 然后再整个bracket square 心转法就是1 加完这个数字之后 要减回这个数 当然有个减价在后面 最后三个term就已经形成了perfect square 就是x-1 all square 中间这个x的coefficient是负2 负数就是减 后面这个2除2是1 这里就放1 之后这两个就是负2 所以我们写回 所以我们写回 v就是正1-2 到partb 它现在说 由y-fx变y-fx-4 其实它在做什么呢? 就是先是 上下反转 即是沿着x轴反转 再加4 所以那个n的座标 x的coefficient是没有变的 然后就负2 变正2 然后再加4 所以n的座标就是1 6 这个就是 绿色的就是y-fx 红色的就是y-gx-fx-fx-4 即是我们先把绿色的graph 这两个graph上下反转 再向上移4 接着它就说 下一部分就是 这两个graph相较于p和q 这两点 p就来y-axis软一点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两条的equation 拍马一起刷复 这个第一条 y-fx 另一个就是y-gx 所以y等于 y-fx 再加4 这两条equation ok 我们就叫一色二色 好了 那我们就subsid 条1 into 2 所以就是x2-2x-1 就会等于 这边这些东西 那扔完这些term 就变成2 x2-2x-1 减4等于0 ok 你不要整个符 你先把整个符放进去 你把整个符放进去 ok 接着就变成2x2-4x-2 再减4 就是减6 所以就变成2x2-2x-3等于0 那经过factorize 就能够出到 x-3乘x加1等于0 x有两个答案 一是3 或者呢 x就是-1 好了 你可以计算 当x是3 的时候 y是多少 你计算到这里 y就是3的bracket square 减这个 再减1 就是2 同样道理 当x是-1的时候 y就是-1 2 乘乘乘乘1 再减1 也等于2 p的座标 就是3 2 q的座标 就是-1 2 这就给大家看到了 接着 下一步就问 究竟这个vpnq 是否一个平行使变形呢 那我们就只会做这件事 我们去查一下 vp的slope 是否等于qn的slope 和np的slope 是否等于qv的slope 如果对线的slope是一样的话 就代表这是平行四边形 OK 所以我们先计vp的slope 和qn的slope 先计vp的slope 就是2-2 over3-1 就是2 另外 qn的slope就是6-2 over1-1 又是2 所以这两条线是平衡 另一批我们要查的 就是qv和np 看看这两条线是否平衡 qv和np 你发觉去查完 qv的slope和np的slope 两个都是-2 所以qv和np又平衡 也就是说 两对线平衡 因此这是一个平衡四边形 到最后他问这个图形 是不是正方形 我们要查一下 我们查一下qn的slope xnp的slope xnp的slope 是否负1 如果qn的slope xnp的slope xnp的slope 不是负1 也代表它不是正方形 就是说 slope of qn xnp 就是2 乘2 即是负4 你要特别证明 不等于负1 所以qnp的直觉 不等于90度 因此 这个就不是square 整条数据就完成了